当地时间6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雅加达 出席第26次中国东盟 十加一领导人会议 东盟国家和东盟观察员 东地问领导人及东盟秘书长出席 李强表示 2013年 习近平主席在印尼提出建设 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十年来 中国与东盟在世界百年变局中 成功走出一条长期牧林友好 共同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 李强建议 一是携手打造经济增长中心 加强互联互通 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二是携手推进新兴产业合作 加强新能源汽车 光伏 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 三是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 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 暗闻磋商 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合作 四是携手扩大人文交流 进一步加强文化旅游 培训青年等领域合作 李强强调 中国愿与东盟国家 坚守团结自强出心 秉持合作共赢精神 携手建设好我们的共同家园 与会东盟国家领导人 热烈欢迎李强总理与会 高度评价 东盟和中国合作取得的成果 表示 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地区人民带来巨大福祉 促进了地区和平发展稳定 东盟国家愿同中方 进一步增进互信 加强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深化各领域合作 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 全球性挑战 打造东盟中国命运共同体 会议就一带一路倡议 同东盟印太展望互利合作 发表联合声明 通过关于农业绿色发展 电子商务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 联合声明或倡议等成果文件 欢迎签署中国东盟技术合作协议 宣布2024年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